大家好 当我们看到如幻想世界般特别的风景时 很容易会受到触动 然而在我们的地球上 确实是存在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绝景 看到照片你会不禁认为这是加工过的吧 可是这都是真实存在 大自然母亲的伟大产物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来一场地球绝色美景之旅吧 顺道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的星球 是一个多么漂亮多有魅力的星球 准备出发了 张叶丹霞地貌 在中国有一个地方的岩山 跟从印象派的书一样 岩石呈现绿色红色 黄色蓝色和白色等的条纹状 就像馅饼皮一样 张叶丹霞国家地质公园 经过了2400万年行程 从远古开始已经是非常独特的地形 沙岩和其他矿物质的堆积 构成了岩山上珍贵的五色 剩下的就是依靠三位雕刻家 风雨和时间的力量 形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景色 这些山峰中有些是塔根柱子的形状 构成的风景令人十分着迷 中国人当然非常喜爱和珍惜着自然奇迹 因此设立了国家公园 每年花费不少费用 里面设置了许多游客专用的散步道和展望台 方便人们舒适地观赏 又不会污染到自然景观 所以是不允许在随便地走在岩山上 而且会有严密监控 防止有人违规 可以试想象一下 在日出日落时分 旭日或夕阳照在色彩丰富的岩山上 那会是多美的光景啊 罗赖马山 在亚马逊的森林深处 至今依然悄悄地存在着大型恐龙或原始人栖息的高原 亚瑟·柯南道尔在自己的小说里这样地描写着这个地方 让人吃惊的是 罗赖马山是在失落的世界中以现实作为原型的地方 罗赖马山跨越了委内瑞拉、巴西、规亚纳三个国家的国境 像这种山顶平坦、形状独特的山 被称Tepoi或者桌子山 曾经有一段时间 罗赖马山只是原住民口头相传的存在而已 后来发现这座山的同时 也知道了那里也是植物的乐园 在那里有着残疑众的植物和动物 当中有某些种类的植物只生存在这个地方 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无法找到的 对于没有恐龙在高原上奔走 你可能会感到有些失望 但即使如此 那里依然充满着让研究人员感到困惑的谜团 有一调查队发现一处原型广场 该广场连一根草都没有 而且有明显人攻而成的痕迹 广场的四周布满了稀有金属的银粉 该种合成金属以现代的科技是无法制造出来的 由于这类型的发现 让不少人认为罗赖马山就是UFO的机场 斜坡更是有无数的瀑布 使那个地方布满更多谜团 别具魅力 那些成功登上罗赖马山顶的人 都异口同声说顶上根本充是一个无人岛 只是围绕着旁边的不是海 而是云层 但必须要说的是 长时间待在特坡威山顶是很危险的事情 山顶上经常会打雷 基本上没有树木可以避开被击中的命运 正如字面上的意思 大家想体验一次沉浸在星空之中的感觉吗 如果答案是想的话 你该准备把马尔蒂夫列为你下一站的出游地点 位于印度以南 马尔蒂夫已拥有着上千个珊瑚岛 美丽的海滩和舒适的饭店文明 假如你已经厌倦在海边无所事事的时光 你可以看到海中闪烁发光的灯饰 非常罕见的景象 白天 这个岛跟其他马尔蒂夫的岛没什么分别 同样的树木与沙滩 只是日落西山后 天然灯光表演会上演 来自印度洋的波浪冲向岸边 波浪中有着数百万的蓝色荧光 眺望着这片美丽的光景 犹如身处高科技的灯光秀 又或者迷失在阿凡达的世界中 事实上 海中的星星只是浮游植物的产物 当波浪冲向岸边时 受到物理刺激 微生物会发光做出自然的反应 你在浪潮中走过之际 足迹亦会散发着闪闪的荧光蓝 可是沉浸在星空之中 又是怎么一回事 然而事实上没有人真的尝试过 因此并不推荐 再飘满了浮游植物的海里的海水域 恐怕也不太舒服 组成微生物的物质会刺激皮肤 所以我们还是稍微离远一点 眺望就好了 一边悠闲地躺在沙滩椅上 享受着凤梨可乐达 来趟火星之旅如何 既不用火箭也不用穿太空衣 只要到亚利桑那州北方的羚羊峡谷 赤红色的风景在等着你 这是世界各地摄影师的圣地 因为它拥有连绵起伏不断呈红色的岩石 能够拍出十分漂亮的霞凤形峡谷照片 这个著名观光景点原本是纳瓦货族的保留地 因此纳瓦货族人承担了一切的营运 包括了导游征收入场费 以及下雨时禁止游人进入溪谷 如此谨慎其实不无道理 降雨量多的时候 溪谷被水淹没并不罕见 经过常年累月时间的洗礼 沿着两地的雨水在沙岩中形成了美丽的回廊 羚羊峡谷由上羚羊峡谷和下羚羊峡谷组成 从高空往下看 两者看起来都像普通的地面裂缝 下羚羊峡谷的尽头有往下走的阶梯 那是一个非常狭长的地方 在早上和黄昏时可以看见梦幻般的光芒 上羚羊峡谷的入口跟地面同样的高度 此部分的峡谷能轻松地通过 太阳光也可以简单地射进来 特别是接近正午的时分 在这里拍的每一张照片 都能够捕捉到光线各种千奇百去的角度 非常有趣 因此 离开羚羊峡谷时 保证你拍到的照片多到花多眼乱 不知道用哪张来当你的手机待机画面 卡塔通波闪电 位于委内瑞拉的北部 有一处既严峻 但又很不可思议的地方 卡塔通波河 驻入马拉开波湖处周围的一个地方 一年四季都会发生闪电 该处地方的闪电次数是世界第一 好像有着固定的时间表一样的恶劣天气 每晚七时就会开始闪电 直至第二天的凌晨四点 而且更会一分钟内发生三十次闪电 不可思议的是 虽然听不到打雷的声音 但闪雷的光却非常明亮 距离四百公里远的地方也能看到 这个自然现象被称为马拉开波灯塔 每当闪雷划过夜空 船只在航行时能以该现象做导航 这闪电甚至拯救了一个湖边的小镇 来自英国的侵略者正准备夜袭小镇时 明亮的闪电照亮了所有东西 让镇上的士兵立刻发现了敌人 甲烷气体导致了这种神秘的自然现象 该片地区有很多沼泽 产生并囤积了大量的甲烷气体 四周的地形也是原因之一 安地斯山脉把能引起闪电的强风吹了过来 当地的环境活动分子在那么多年来 一直推动把马拉开波湖上空的连续闪电 登陆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 假如真的登陆成功的话 将会是第一个气象现象的世界遗产 今天我们就来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的旅程来到了终点 但我们的行星仍有着许多不同的惊人的地方 欢迎大家追寄我们的频道 来观看最新的影片 然后继续发掘这个世界更多更多的奇迹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